字幕 李宗盛 李宗盛 大家好 欢迎回到ViuSung 模型季的时间 这个《水星之魔女》 播完两个星期 大家不知道有没有感觉到 有一阵阵的空虚感 今天也是我拍片 这个时候是星期一来的 凌晨 即是星期一来的 准备打风 晚上去拍这条影片 这个时候 突然间惊觉 都已经过了一段时间 没得看了 之前每个星期追看 今次整套话题性很强 我觉得第二季相对的话题性 好像降低了少少 但基本上每集都很期待 应该说每个星期都很期待 就是星期一来到 下午坐定定 又或者在做东西的时候 都站定定在看 再去继续做自己的东西 那 去到 这个 完了两个星期 多一些 我在 Gundam Lab 都 Pens 都倒是 渐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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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渐不放晰 或者用口去说一说对《水星之魔女》整套事件结束之后的感想 也想借这一条片到尾的时候再跟大家说一说 对于高达的作品 这个最新作 又或者叫做一些高达传统的主艦作品 旗舰作品的一个正统的族作 稍后再跟大家说一说 但也会说一下感想 但今天始终的重心都是放在模型上 首先跟大家介绍这款可以说是厄续登场 在剧里面也是厄续登场 在模型这边也是厄续登场的新商品B 这个是Gundam 卡利班 香港最后决定他们译了做卡利班 一开始也有一些译名 大家很多都称呼它为二零高达 其实我觉得二零高达是比较吃前面 他们选用的译名就是风铃 魔铃 但是不知为何去到最后的卡利班 他就不知为何会选用了阴翼 我真的招了头 无论如何都好 其实我觉得大家选用自己觉得顺口的叫法 有些相信这样 由无论本身的前面 算是一个二译 之前的风铃那些 突然间变成了阴翼 我相信大家可能会讨论这件事 就是讨论怎样叫 大家可能有一些 总之就跟官方译名叫 其实我觉得这件事上是没什么对错的 大家总之 哪一样觉得好听 就是哪一样 我就不在这方面去 没什么好分析 亦都没什么好说 就是这样 好了 今次算是我们这个路程走到最尾 这个模型 由它一开始就不算前转 由正转开始我们砌的很多人 就是 买到现在都非常好买的 这个痴妈根的风铃高达 每次就算多少再返货都好 又不要说秒杀 现在未去到秒杀 但是都很快会买完的 整天都清得很快的 这些普通风铃高达 改收盈更加不用说 改收盈到现在的货量都不太足 相对最初出的时候就没那么夸张 最初出的时候炒到 其实跟现在的卡列版都差不多 其实二百多元 但是现在回落 我想有现货都是说 买到八三至八五元左右 差不多 那 价钱的东西是大家自己去留意市场 但是 看到它都没有很足复的 始终都非常受欢迎 而今次的卡列版 就在剧里面最终的部分才登场 然后它亦都作为最后的主角击打到最后 其实可能去到尾 战斗场面不是算特别多 但是因为套战本身都短 其实它的打斗都不算少了 说真的 它出场那一刻也都令到我 哇 很惊喜 就是 外表和前面的风铃 那类的风格 又完全走到另一种不同的方向 尤其是它的面相 令我联想起 有些 雷尾O那种 尤其是雷尾O双的气质 但是 想心一层 在剧里面 尤其是现在的风格 你未必能有的 在剧里面的样子 我直到有点像 閃光之海撒衛 里面新版的 C Gundam 大家很喜欢称它 杰高达的 我忘记香港是怎么译它 是柯西高达 我不太知道香港语名 應該怎麼叫 柯西 面相似 不是整個頭型 只是面相似 但要計算全身的造型 也有那種Double O風格 很海怒村風格 那種感覺 這款模型 假設大家都看完 《瑞星之魔女》 這次的光是彩虹色的光 在裡面的意思 大家都知道 他發動武器的Data Storm 有分數量 在裡面來說 最高的數量是10 好像沒有特意說到是10 但總之比起8更高 不知道再高兩級 就等於10 變成彩虹色 如果是8 應該近乎白色的狀態 我相信風靈那邊 將會出PB 這個改修型 我經常口快快說 叫風靈改修型 就簡直是改修0 大家很清楚一點 我之後也可能會這樣說 至於CALIBUR這邊 他跟封面一樣 這次的模型 只是包了他 大家也知道他有些 印刷好的件 基本上是包了彩虹色 就不會跟 他一出場的時候 的紅色的Score 紅色的Statastorm 我相信他就會放在PB 很正常 大家都應該 這個都不是猜不猜 應該都100% 這件事 他比較有趣 很多時候 一個高點的Score 放在PB 通常這件事 會這樣發生 發生多一點 但是他這次 反其道而行 直接給你最終的顏色 調轉PB 可能 現在還未是100% 一定是 但多數是 把前面的形態 或者前面的狀態 放在PB 這樣就比較特別的做法 好了 那 這次 就介紹這件模型 我相信大家都 期待了很久 不知道你買了沒有 我現在 不管你砌了沒有 我就跟大家 分享一下實物 好了 大家一看實物 我覺得他應該都 幾走簡約路線 白痴痴 這樣 但是他其實 因為他很多都是白色的關係 可能會令大家忽略了 其實他的細節都 都幾 都幾 幾足一下 雖然他始終是HG 他不會說那些 很誇張地多細節 我覺得他 以一個HG 尤其是還要是這些 電視系列來說 HG 通常有時候 HG 例如GTO 之類的 那些細節會比較密集一點 那他 一般的 TV Series 的一些HG 作品 細節上 都是比較 保守一點點的 但是 以保守來說 他這次你看到的 線條 或者細節 我都不需要 逐個跟大家說 有些線條的 布線 我們所謂的布線 他都算是相對比較豐富的 是的 那 我覺得 如果你是 會自己 黑線 都只是可以輕輕 黑一下 就 沒有什麼特別位置 可以黑得很密 當然 你那些玩到很烈甲的 就另計 但是 你說 不是很黑線的人 都好 我相信這個細節的情報量 都滿足到大部分的人 那 好了 這個 CALIBAN的設定 裡面來說 其實它是屬於 在這個世界裡的高達 裡面的一些 比較 原早一點點的機體之一 那 它跟哪部機有很大的淵源 就是這個 LUBULIS 摩寧高達 他們的淵源是什麼呢 其實他們的狀態就有點像 我們UC世界裡面 自戶裡面 唯有不同的公司去生產 不同的機動戰士 那 那時候 有兩間比較主要的競爭對手生產的機體 分別有渣古 和一個 在後來有一些外傳故事裡面見到的折達 不知大家知不知我講哪部 折達就是一部 跟渣古去競爭 在自戶裡面 兩間不同的武器公司 生產武器公司 去贏取 這個 在自戶裡面量產的機會 的一個競爭對手 兩部機 那最後渣古勝出了 那就是因為安全性問題勝出了 那在 《水星之魔女》這個故事裡面 他們兩個也是相似的情況 那他們兩個都是採用了這個 《Gun Arm》 就是《Gun Format》 就是在這個世界裡面 《Gundam》的意思就是 《Gun Arms》 然後 《Gun Format》 《Gun》的技術 這些就是一些 利用那個 拍不知什麼 《Parmator》 我真的記不到那個中文名 那個拍什麼鬼的粒子呢 利用那個技術去發展成一些醫療技術也好 一些資訊傳遞 其實他們用那個粒子來傳遞資訊 用到人身上 可能是傳遞一些 老的 老電波之類的訊息 我不是那些理科很聰明的人 就不詳細解釋了 看完大概知道概念是什麼 我的用字可能不準確 那他 在傳遞一些訊息的過程裡面 會對人體造成一定程度的傷害 在劇中他也有說的 這個Caliber其實沒有Data Storm的濾濾 它的技術是怎樣 濾濾如何隔離Data Storm的那些 我不太懂得很詳細解釋 但是結果就是 你看到蘇雷塔 拿完Caliber之後 Data Storm的黑紋 其實是留在臉上的 這就是沒有濾濾的情況下 對駕駛員造成的一個副作用 而你看到那些坐摩靈也好 即是好像肥瘦摩靈 他們的駕駛員 就算是用到好像差點死 其實他走回不坐摩靈的時候 你看到那些黑痕會消失的 那些黑痕會消失的 那就是有濾濾和沒有濾濾的分別了 所以在安全性上 摩靈這部機器當年就是勝出了 即是贏得到繼續開發的機會 而所以Caliber就被封印了 即是本身可能是叫他拆了這部機器之類 但秘密被議會之類的 那個組織立即收埋了 直至到現在的故事去到終章 他就拿出來給蘇雷塔用了 所以是一個比較妄固駕駛員生命安全 但是比較著重於戰鬥上的機體 好了 這個就少少包含故事的說了 說造型來說 兩者其實都幾不同的 我都有說了 這部機器一開始給我的驚喜是在於什麼呢? 反而是他真的比較像傳統的 不要說叫傳統的高達 因為Double O也不能叫他做傳統的高達 就比較像一些我們早十年 十多年認識的高達的外形 當然最首當其衝就是像Double O的機體 尤其是大家可以看到這些大腿的結構 尤其是Double O的第一世代機體 那些不是叫第一世代 那些在故事裡面叫第三世代 或者是Xia 那個世代的機體 那些線條是比較相似的 是跟那個年代那些機體 那還有他的相對除了支炮 那個掃把炮之外 那他整部機體的構造也都比較簡單 那所以都幾討好的 那相比之下呢 這個Nubulis 這個Morning 或者是我們之後大家都很喜歡的 風靈高達 那他們就相對是比較圓潤一點 你看到 那個大家都一直都在說 風靈高達的樣子都像一條女兒 那結果是真的一條女兒 那就是 比較圓一點 設計比較多曲面 圓 還有一些 一層蓋一層的層次放在裡面 而這次的 卡利班呢 他就比較多一種 那雖然他有很多 那些叫屍位之類的斜面 但是其實他基本上 全部都是一些起角的造型 很多都是起角的造型 那我就 其實我就相對比較喜歡起角多的機體 就圓的機體 我也有很多喜歡 例如渣古那類的 就是自護系的機體 我都喜歡 但是通常我圓面多的機體 是比較重型的MS 我是比較喜歡的 風靈這些 雖然都 最終他的平衡做得不錯 但是他不夠重型的時候 那麼多圓面 我就覺得有時候 比例上就未必那麼漂亮 因為就算 風靈我也有提 他如果拔走了這個背包 其實我覺得他的HG的比例 就算一般般 尤其是他裝了這些 跟筆上他的肩膀 我覺得整件東西的比例 其實 有少少上半身太累積的 那跟他的圓面設計 可能都有點關係 即是他累積得來 但他又不是重型MS 那個IMAGE 就總是差一點 好啦 那比較呢 就先拿走他 講回今次這個CALIBURN 那他除了剛才說的那種 線條上的設計之外 你看到他的比例 都是屬於比較收長一點 尤其是這次模型的表現上 他也是 比起剛才你看到風靈 那些他都是收長一點 而他很特徵性的這支炮 近這可能十幾二十年 都好像沒有什麼類似的 裝備的後期機體 即他又不是有很大的翼 翼都背包沒有什麼特別 只是兩個小型噴射器的物體 當然待會都收了一些技術 但是他只是拿著一顆這麼大的武器 一支走天崖 然後整部機器好像沒有什麼特別 其他東西的 一個還要是最終使用的機體 即他不是什麼最終形態 因為他其實反而是一部很圓形的機 其實我也有在IG講過 他的情況有點像Wing Zero 即是最原始的那部就最厲害了 有那種浪漫在這裏 但其實Wing Zero那個 我經常都說 就是這樣說 你怎麼看機體設計來說 你怎麼看都像是Wing的後繼機 只不過你的設定說他是Phototype 你說是就是 只不過是這樣的 其實你不能說服別人 你怎麼看他的造型 就是一部Wing的後繼機的造型 只不過用設定 硬硬說你知道他不是 那 反而這次Caliber 他這個造型 就 簡直是說得通 他是一部 就是 比起風靈更早出現的一個機體 而只不過他妄顧駕駛員安全 是得到他的戰鬥力 我覺得這個就完全在造型上 都可以去說服到大家這件事了 好啦 我首先是想脫掉他的炮出來 因為稍後都要和大家講解一下他的可動 他這支炮的接駁位 就是在背包裡 這裡有一個波階 就用來連接著炮 我現在先拔掉他 就和大家講解他本體的可動 首先他和之前的風靈 Morning 等等 都有一個很大的共通點 就是他頸的構造簡直是一模一樣的 他有些件形狀極度相似 甚至乎我覺得應該是一樣的 沒有特意去抓錯處的程度去找 例如他的骨子之類 他有些關節件 有些近乎 根本是一模一樣的 但其實我想說他用的那塊件 我也是把關卡丟掉 我不肯定是否100%說得對 那我就特意有留意過 那些框架 就不是寫 完全沒有寫什麼風靈 魔靈 那些東西的 就真的是卡丁班 就卡丁班 沒有廢件的 這件事是沒有廢件的 所以就 浮遊炮那些好像會不會用 有些人用了改修型 我扔掉框架 真的確認不到 但是基本上 他是一顆廢件都看不到的 你砌完之後 所以他應該全部都是 有些人只不過可能是 當他們現在設計了用電腦 他可能將某些部分的 舊件的整個形狀 Copy回到一個新的版件上 嚴格來說 都是一些全新的金型 就算有些件 他重複了外形也好 他跟之前都不是同一個框架 去剪下來的 本體來說 很多的構造 都大致上跟兩隻風鈴都相同 都可以說是相同的 直接 尤其是這些肩膊 用C字扣扣著肩甲 這些衰人結構 我就一般喜歡的 這個結構 他都依然保留的 他拖上來這些構造 他的可能不是很大問題 不過肩甲用C字扣扣著 就偶爾會脫出來 就有點煩 就是玩的時候 大致上這些手腳可動 都是這樣 手的可動比較差 這次大概 形狀的關係 90度就貼住了 他也很完美地 摺住了那些形狀 他這樣夾住了 斜角都對回了 不會有些低能虛位 噁噁噁噁的 他真的摺 雖然摺不完 即是不可以對摺 但是這些位置是沒有什麼穿崩的 摺的時候 那頭的頸 我剛才說的構造差不多 上下波裝 向上摩 就一般般 向下摩 就這樣 然後你的頸還可以 因為下面都有一摺波裝 可以向前一點 再倒下也可以 所以他摺低就可以摺得很低下的 是樂高 就因為可能被一些 即他裡面那個波裝 那個頭部的後面頂住了 之類的 樂高就去到這樣 那都OK啦 即是除非你要飛到超人 那另外 那條腰力 又是一樣 他先有一個波裝 是捉去肚腩位的 即是這樣向前捉去肚腩位的 那裏有一節關節 那裏有一節關節 那裏 然後下面又有一層可以這樣轉動的關節 那我拿出來 那下面這一節就是一個儲裝來的 就不是波裝來的 所以大家千萬不要硬硬 不斷屈它 因為它只是儲裝 它是有權斷的 雖然波裝都有機會 但是儲裝 大家用對的力量去處理 兩節關節 一個是波裝 一個是儲裝 那就橫踢 可以去到差不多 它雖然有側裙甲 但基本上它是完全不會頂的 在構造上 它還有空間可以繼續去 裙甲 然後呢 腳就真的可以對摺了 然後呢 它這次又是跟戰騎 有一個相同的結構 我不要說相同結構 就是類似的結構 就是它 雖然不算是一個連動結構 但是又是有一塊甲 幫你去蓋住膝頭關節的正前方的位置 讓你去摺著腳的時候 它移動出來 擋住前面一個穿崩的位置 那就可以讓大家看起來比較美觀 然後呢 它連著大腿的內骨 這個就可以做一點分析 像我這樣 我就自己選擇了裡面大腿 連著整個大腿的結構 都噴了做金屬色 因為它這裏還有一些關節 我可以用回原本的灰色 所以就 可以變成了有少少層次感 這樣 好 腳板呢 摺就這裏有一顆是波裝來的 對 波裝來的 腳板底我這次沒有特意去補一些其他顏色 這樣就冷鬼了 那就 都有想過的 遲些先 就可以這樣摺下來 然後呢 它上面 腳背上的這個甲 都是有一個波裝連著的 好啦 它這次有一個比較有趣的 就是前面那幾部東西都沒有的一個玩法 就是它這塊呢 之前就連很多時候是連色都沒有分的 要我自己還要去填灰色 或者噴它做金屬色之類 它這次這一個腳跟位置呢 這塊東西就分了件的 它分件就不單是顏色的原因 而是它還可以拉下來 一個C字扣 它可以轉動拉下來 變成一個 所謂的巡航形態 或者那些什麼叫巡航形態 它是一個高速移動的形態 背包了 背包的可動呢 這兩塊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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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動有限的 它也看到我這樣動一下 上下 上下 因為它不知為何 有些很奇怪的阻力頂著 它也不敢亂摸 基本上明明是一個波磚 但它不知為何扭到差不多 就好像頂頂的 我都不敢亂摸 因為怕著有些 也不太需要的 說真的 都是這樣微微地向後 或者斜向上 這些就夠了 再多 讓你扭到360度 都沒有意思的 那就不故意扭它了 而劍呢 和之前忘記了很多隻都是這樣 它們水星很多 拔劍這個結構 是我覺得做得最不好的 就是它其實 這裡做可動有什麼所謂 插著劍這個位置 你做可動是不是很困難呢 為什麼不做可動呢 做可動並不是我覺得很重要 當它玩具 這樣轉來轉去 而是 我這把劍 我困到的時候 沒那麼容易弄斷你下面那條裝 大哥 你那個位置是固定的 我這樣 大哥 不小心一下大力 撞兩把劍 那我就斷了 下面那條裝 這個就是我的意見 就是這樣 一來你當然也不方便我做一些拔劍的 我當你不做了 那我就在 基於安全的關係 我就覺得 下面連接著這兩把劍的那條裝 如果動得就最好了 但是就沒辦法 幾隻水星魔女插到劍的機體 簡單來說就是 就是風靈 其實最主要就是風靈 風靈是那個位置都是動不到的 那就是有少少美中不足 那好了 那基本上本體的可動就在這裡了 這樣就看了這個 這個叫做 Variable Rod Rifle 那它呢 就是這個 叫做 可變的 這個 這個 Rod 是什麼呢 就是魔杖那些 魔杖那隻Rod 那 那 這次大家都知道 它是一把掃把 來的 其實在形象上 其實就是魔女掃把 那 魔女拿著掃把 它真的是很貼切的一個形象 這次水星之魔女 那它 就作為它的主要武器 那它就 就 真的 主要只有它 就是除了它之外 就只有劍而已 那所以呢 那 那 這次 你這隻 卡利班 去擺姿勢 基本上就完全是 看它造化的了 那 所以它的 可動性 或者它的造型上 有什麼玩就變得很重要了 那我首先說一下它有什麼玩 那你拿在手上 那就要有些 拿手的手柄 那首先 這個就是輔助的柄來的 那這一塊 就主要那個 那 那我 勾回這個出來 那 正式拿在手的時候 就這樣拿 那這個就是主力的手柄 然後這個就是另外一隻手 你想拿在一起的 雙齒的時候就是一個輔助柄來的 那 另外這條機械臂 當然剛才大家已經知道了 那就是駁在背包裡用的 那好了 那我駁在背包裡之後呢 就在這裡 就調校角度 就靠它中間有幾重的關節了 那我拿出來再給大家看看 那 它首先呢 這裡有一重呢 就是 可以這樣轉動的關節 那然後呢 這裡也是一個轉動的關節 那 這個 記得小心點 尤其是你噴了柄的話 我也噴了柄 那 轉動這兩重關節的時候 千萬不要拿得太遠來轉 真的近一點來轉 抓住它轉動的位置附近的地方來轉 不要硬來 因為你這種結構呢 就等於那時候RG呢 沙撒比的肩膀關節 就是它摺住的肩膀和身體的關節一樣 這些這樣呢 有兩個L字形的 不同方向 但是L字軸的這些關節呢 就很容易出事的 你亂按 不懂用力亂按扭很容易出事的 那我 當然我自己 你見我扭得這麼輕鬆就知道我沒有斷了 那 就是 幸好也好 叫做小心也好 那 那就 提一提大家 並不是我奶了東西所以提大家的 那 另外呢 它這裏 駁著新的那個是波裝 而駁著炮的呢 都有一重的波裝先的 這裏都有一重波裝的 再去到這一顆呢 又有個L字形的關節 應該這樣說 有個L字形的接駁位 這邊是波裝 而這邊就是一個柱的裝 就連著炮的 所以它基本上有1 2 3 4 再加上這邊波裝 5重關節 那基本上呢 它都有足夠的關節數量 令到你去拿這支炮 即它連著一個背包的情況下 你再去擺姿勢 拿著在手的時候 它都有足夠的可動空間 來去給你擺不同的姿勢 或者擺在不同的... 你想拿著槍的不同的方式 擺在不同的角度 它基本上都能夠滿足到你的 但是就比較上受制於 因為你看到背包 它開始去用這個臂的時候 伸出來就已經很快就到手的位置了 所以其實你雖然說它關節有很多重 但是其實它最終 你說是否可以令到它做得很大的可動 或者它的可動空間是否很廣闊 其實就... 不算是 因為你有一個很實質面對的問題 就是它跟手的距離其實很近 那你的可動大極都有個譜 那我也是最後呢 你要找辦法找一個位置 它可以穿你的手下去之後 才再去慢慢調整角度 最後也是 就是比較... 沒有你想像中想的 這麼自由自在 這件事 好了 另外呢 尾這個位置 的掃把位 就可以打開 而它打開其實 這裡都是兩重的C字扣關節 所以它除了這樣打開之外 其實它整個可以... 不知道我有沒有搞錯 我可以整個移動出來 隨時都掉出來 可以說是 那你可以看得清楚一點 那你兩重的關節 除了打開之外 還可以這樣 有這一重這樣打得再開一點 或者後一點 或者前一點 全部都可以很自由自在地做到的 這個就是大家自己 根據自己喜歡來去調教 那就是這樣穿進來的 我就... 我不知道有沒有... 解決什麼 我覺得有點... 鬆鬆的 總是覺得 就是這樣 插進來的 基本上 那就... 不太知道為什麼 那另外呢 它後面呢 這個位置 我當然噴了金屬色 就不是本身是這樣的色 那它也都給了一些貼紙 綠色的 一條條的 給你去... 貼在坑上 但我就... 它好像是射中 還是怎樣 才會變色的 那我就... 有些心大心小 不知道貼不貼好 還沒決定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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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算啦 炮的頭... 頭的一段 炮口的一段 也是一樣 它也是有跟... 大概這個就給你兩種貼紙 一個是綠色 一個是灰色 那我就用灰色的形態呈現 自己游 那就... 沒有想著... 這個就真的沒有想著用綠色啦 因為綠色真的是開炮那一刻 在劇里面你都会看到的 开炮那一刻它就会有绿色 那就不这样做了 好了,它基本上拿着炮后 就是它登场的时候 它虽然是一部有跟风格的机体 但是它没有任何浮游炮的 但是我都不需要那么保守 其实大家都知道它这次的模型是有浮游炮的 这次的浮游炮和风靈改修型的浮游炮 是完全一模一样的 除了颜色的 完全一模一样 所以这次你去做加工的时候 比起风靈改修型的时候 分别不大 分别在于在改修型上有部分要蓝色 有部分就是在白色件上要上蓝色的部分 这次就不需要了 但是也有一颗是需要比较大的保释 就是灰色的两颗 灰色的两颗 我这次就和改修型的时候做不同 用了真的铁色 那就要补回前面白色的部分 因为改修型的时候 我刚才讲过分析的 我就不特意再讲一次了 其他的跟必多 我都只是和改修型一样 我都只是裏面做了金属色的 前面那些是黑色的 当然不特意讲解了 唯独是中间有绿色的这一块 我这次就masking了去噴中间的绿色的位置 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的底色有的时候 那些法狼人做得不平 因为我先上黑色的 我本身在想 我前面可能懒鬼用手上的绿色 但最后决定了噴 但我底部不够平 所以噴出来好像有点盐蚱 这个低能了 应该是做了绿色 我才填黑色的 这个低B了 下次不要了 除此之外 它也有一些跟必多之外 它也有没有颜色 或者叫不是彩虹色的 一个那些 那些GEL Unit的件 和那只角 其实如果你 好像我这样 不算特别喜欢它的彩虹色 其实我觉得 就算不是你的胸口用了 彩虹色的GEL Unit 其实角 你都可能可以考虑不用彩虹色 因为我觉得头彩虹色 就有点奇怪的 也不是很奇怪的 其实我觉得可以的 不是很反感的 但如果没有那么彩虹 我会更开心 还有顺带一提 今次很多人说 可以磨尖它 是绝对可以的 其实自己就更懒 我会因此用神剪刀 剪掉的那些 鬼� Sod denomin里 我當然不是一夜剪走 分開三四剪,剪到合形狀為止 然後整體一齊噴光油去打光 基本上不是很覺眼有加工的痕跡 我看到有些在外國、日本那邊有些片 看到有人去磨尖,再拋光也沒什麼特別大問題 因為這次的成形式 他直接把透明件分了幾段來上色 那些顏色根本是透明的 所以他不是靠底部 應該不知道,我不太肯定 因為他幫你上了一些銀色底部 讓他的反光比較亮 我不知道他這些不同的顏色 是膠的本身盛起來 令到他有彩虹色 還是他下面那塊銀色呢 他做銀色的之前 他已經有些顏色做了在裏 然後再用銀去封住 我想後者的機會比較大些 但是你打磨的過程 因為你打磨之類的 你只是磨它旁邊 你只要一個原則 你不要磨它後面銀色的位置 就應該不會出事的 那你就之後拋光而已 就是這樣 那些必斤必斗 裝上身這件事 我就有些相片 這次是懶了去的 因為我其實是有把它裝上身之後的相片 就上IG 大家可以在IG那裡看就算了 因為我這條片 我還想留一點點現在的尾 去講一講最後最後對水星之魔女的感想 所以我這裏 基本上這個卡列版的review 就差不多來到這裏了 我就拿一拿多幾隻機體 放在一起 跟大家去做個總結 好了 就把一些水星的比較重要的角色 都排出來 去總結一下這個水星 包括模型系列 還有劇的播源的一些感想 其實當然在模型上 剛才說不安裝這筋必斗上身 這個卡列版 我都把它變成一個盾 因為這個在劇中沒有這樣去用過的方式 說明書都有這樣去擺一個其中這樣的姿勢 官方圖 英哥說 有擺一個盾的形態出來 不是這個姿勢 都蠻特別的 我既可以保持到它不裝那筋必斗上身 但又可以用得到它 就是這個盾模式 說回整體模型的感想 這次整體水星之魔女整個HG系列 有兩個大問題 先說大問題 第一 它的膠 每一隻用的膠都參差 擺明有些是優待的 例如它主角的幾部機體 風靈 改修靈 以及今次的卡列版 相對的膠 無論是什麼顏色都好 主要除了關節件以外 都是硬身的膠 就不是我們所謂認識的KPS膠 但是很多主角以外的機器 用的KPS膠的比例都相對比較多 KPS膠的最大問題就是 如果你是用神剪 或者一些很銳利很硬身的剪鉗的朋友 你就會很清楚 就是你當你剪得不夠小心的時候 就很容易就所謂叫缺肉剪崩件 這一方面大家記得小心小心 另外這個軟膠的KPS是比較軟身的膠 另一個問題就是 可能打磨你用的力度 就要比較用得陰力多一點 就不要死力這樣咪 這些就是技巧上的問題 當然大家習慣了硬性的膠 因為這麼多年來 尤其是砌了很多年模型的人 習慣了一些硬的膠 就可能軟的膠 對於你來說只有缺點就沒有優點 都可以理解 如果你讓我選擇 我都會寧願選硬一點的膠 這個也是事實 但是這個新的潮流 就沒有辦法了 它要環保 還有平衡到這個 我碰一些法郎友 會不會爆這件事 都取得到一個平衡呢 KPS已經成為了 現在一個業界的一個方向來的了 或者這些軟的膠 都不是只有BANDAI才會這樣做的 其實說真的 玩ModelWay的朋友都會知道 其實它的 除了BANDAI以外去做這些環保膠 或者軟的膠 其實BANDAI那些已經算是好的了 說真的 也看到他們在這幾年 KPS大量使用的情況下 現在再用KPS生產的模型 在膠質上 比起之前我覺得是有改善的 KPS也有改善的 沒有那麼容易白化 當然它也有一定程度上 是比起普通的膠質200化的 而且它那個軟臨的程度 也沒有之前那麼過份的 所以我覺得 其實它也有它的進步在裡面 在進行中 再慢慢去觀察 另外一個不滿的位置 就是它們大量使用C字扣 基本上全身上的關節 超過一半都是C字扣 尤其是比較主要的部分 即是手手腳腳 基本上全部都是C字扣 除了爪關節 比較多是轉軸的關節 都是一隻隻的 有些都是C字扣 變成一個Bandai HG模型的新趨勢 因為它30mm那邊 基本上所有關節 手手腳腳 基本上那些大量關節 都是用C字扣的 其實反而在互換性上 好像還沒有以前的HG那麼好 用C字扣 但當然我看到大家改的東西都很輕鬆 改的手手腳腳都依然是很簡單的 我相信那些C字扣都盡量設計成很 universal 大家互換性很高的一個C字扣 但是我自己不是很改的東西 尤其是近幾年不斷砌 沒什麼時間改的東西 很少特地去嘗試這件事 這樣 C字扣始終最大問題點都是 久了它有時候會鬆了 我真的感覺到多過半年的模型 有時候你扭一下它 感覺它又未必很鬆 但你感覺到它不同了 這個就是比較在這次水星魔女HG系列模型裡面 我感受到兩個比較大的缺點 但是說回優點 優點上當然不用問 它這次的分件一定不會說差 在這個年代的HG來說 它們一定是屬於一個中等至中上程度的分件水準 它們分的顏色都算是幾足的 即使你完全不貼它的保式貼紙 你不知道它的設定的情況下 你不會感覺到它的東西是很滑 很不行的 顏色差很遠的 你一眼看下去你不會有這個感覺 你一張貼紙都不貼也好 你不會去到有這個感覺 它也很善用到尤其是主角機那幾部 它也很善用到那些 現在它外甲那裡穿一些洞 去將一些裡面的內扣的件 的一些細節部分去穿出來 做到一個層次感的 這些都不只是限定主角機的 很多機體都有 但是主角機用的噴率會更高 這樣它就可以令到你有時候噴油的人都好 如果你想去點綴一些細節的時候 就沒有說一定要 全部東西都一定要masking才做到 有很多基本上就這樣噴那件件 兩件合在一起 就令到你會出現了兩三個 好像你有花個功夫去做的細節 就可以騙人 這個我覺得也是不錯的 當然除此之外 因為它們基本上HG這次 我可以說是差不多九成半以上的造型 我都是滿意的 今次的模型的造型 我九成半以上都滿意的 但是有時候會有些位置做得不夠 可能做了九十分 但是上面總是還有十分的瑕疵 例如今次卡列辦我都想說的 整個比例都非常好 反而就是頭髮 我略為覺得不夠像她在劇裡面的面相 其實大家不知道有沒有這個感覺 我覺得整個模型做得最不好的地方是她的面相 我覺得是 你問我是覺得完全不像劇裡面的樣子 甚至乎我擺了好幾個角度 我拍照上IG的時候 我擺了好多個角度拍 我都拿不回我 在劇裡面看到她的面相的感覺 其實我覺得她那個嘴的紅色 其實她日文通常叫她做下巴位 我經常叫她做嘴 那個嘴我覺得做得太細 首先她做得太細 然後臉我覺得做得太大 頭盔應該大一點點 然後臉小一點點 嘴大一點點 就會比較像我覺得在劇裡面看到她的形象 然後呢 好了 那造型就是 這個是例子 其實她的所有東西都很好 就差點頭 在同樣的情況 風鈴的改修型 我也覺得頭是差一點點的 頭是跟我覺得她在劇裡面的形象 是差一點點 但是我覺得她都比較接近 那隻哈利班 所以我覺得如果你說兩者比較 我覺得這隻改修型是出得好一點的 另外 在這個模型上說完 說一下大家很熱烈討論 劇情最後的結局就是BBQ 簡單說 BBQ的意思 不知道大家如果是香港人都明白是什麼意思 那就是大團圓結局 那是不是很熱烈呢 其實我一點都不同意這個BBQ的結局是很熱烈的 因為其實只是 在最後的兩集那裡沒有什麼死過人呢 其實你不能夠抹殺了前面死了多少個人 那首先她在這個學員裡 其實大佬 被肥魔靈那些 其實兩度的襲擊 因為肥獸魔靈一開始第一次出來襲擊 還有肥魔靈 最後就是獸魔靈出來暴走 其實兩件事上面 你中間很多角色死的 傷的傷死的死的 那些學生 你那個環境下都死了很多學生的 那這些是不是因為她不是重要角色 你就當死亡的人不存在呢 首先這個是說 它反映一些 它雖然不算是一個戰爭 在那個位置是一個恐怖襲擊 但是它也是反映一個戰鬥 在一個現實世界裡面那些 那些戰爭行為 就是那個殘酷是可以帶得到出來的 那當然前轉那個味道更重 那種戰爭味道更重 但是你要記得 這一個水星之魔女是一個24集 比起平時高達作品 少一半話數的一個作品 還有它的名字都叫水星魔女 其實你可以理解成它一個角色轉來的 一個角色的主要談論角色 看角色成長的一套劇 其實 甚至乎我 我一開始聽一些人去說 或者是我自己的理解 其實這一套 甚至我沒有想著它是一件正統高達續作來的 我以為是一些類似 那類比較spin-off的作品 所以我覺得你拿它來跟一些 首先我覺得比較就很無謂 兩件不同的作品 就是大家最近很流行拿去跟鐵血那些比較 我其實都想將來分享一些其他東西的時候 講一講我對鐵血那些結局 我是完全不同意 那些人說第二季垃圾之類的 我是完全不同意 當然很多東西是個人感想 但是拿去跟鐵血比 拿魔女跟鐵血比 其實也是完全不公平的比較 首先話數不同 現在大家的風格也都不同 我覺得用單純用結局 一個死很多人的結局 跟一個沒有死人 即是沒有死主要角色的結局 來去斷定那個作品 膚不膚淺呢 也是一個很膚淺的看法 你容許我夠膽這樣講 因為說真的 它是 它最後是沒有死人 他們主角群做了的事情 好像也都對世界沒有什麼大的影響 但是 現實世界是不是就是你做了一些東西 就可以對世界有這麼大的影響 也都我覺得沒有什麼可能 或者一個機會率很小 其實它這樣去描寫 它只是講一個角色 一個水星之魔女 講這些魔女的一個故事 然後它給你一個魔女的結局 講回它的下場 講回他們之後的生活 他們這群角色 如何去跟蹤技術 這件事 這件事 這一連串的事件 去看回角色的成長 就是透過這些事件 去看回角色成長 還有它如何去看待 這件事 或者它那個跟醫療 他們裡面是想把它發展 發展成為醫療技術 透過這些事件 他們這些角色 如何看待這些技術 如何看待這個世界的戰爭 其實是一些值得大家去深究的地方 當然這裡的篇幅有限 我不會很詳細去分析 但是大家的著眼點 只是擺在有沒有死人上面 擺在一些角色 可能你說一開始大家集中在白盒上面 或者是後來中間有一些 角色上一些flagment 就是我們一些小小的元素 就把它放大 說這套東西好啊 垃圾啊 那些分析 我覺得這些可能是大家 只不過上網手行說一下都不定啦 打兩個字手行說一下都不定啦 但是我覺得如果你是認真看待這件事 或者你認真想去分析一個作品呢 我覺得大家可能就要把眼光放 即是你的人坐在後一點 把眼界看得闊一點點 去看一件作品呢 那就可能對這件作品公平一點 當然啦 可能我就不是說一尾想去讚 或者去吹捧這個作品 那我就都會想說一下 他其實 是 他從頭到尾都是一個蘇雷塔那個角色成長的曲線都幾完整的 即是有高潮也都有低潮 那最後就去有一些角色 有一些領悟 然後去到他最終階段的時候 去得到他 尤其是他很 全部都跟回第一個開放的那首歌祝福 裡面的內容呢 他跟著那個內容去發展的 他最後經歷了他一開始什麼都不懂 打贏了所有人 然後最後輸了一場 他經歷一個低潮之後 學到一些東西之後 改變了自己 然後改變了他家人 那其實這個我覺得是一個 本身是一個挺感動的故事來的 那但是他真的一個 不是一個平時高達我們看開一些 很大規模戰爭的一個故事 那所以就 可能大家的為和感在這裏出現 但是我始終都覺得他開開心心的最後的角色 就是他中間經歷過犧牲之後 大家最後是得到一個開心的結局 其實真的我覺得不是一個值得被人罵的地方來的 但是反而呢 我是想說我對這個故事 本身不是直接對故事有不滿 而是我對他本身做了這麼大的故事的背景設定出來 但是我覺得他可能會有續集 或者外傳會用得到這個設定 但是單純以這個故事來說 我就覺得他有太多伏線沒有收尾了 又或者完全沒有充分利用世界觀 例如什麼呢 古爾落了地球 接觸到地球那班的 當類似革命軍的物體 但是對於那些地球人的革命軍的描寫 是完全不足夠的 是... 也都最後... 你說... 結局那裏他們出一出場說 就是給了兩鏡說兩句話 那裏其實是什麼意思呢? 其實我... 因為沒什麼時間了 這陣子就不是看了很多人去分析的 其實我都還未是... 很明白我講過那兩句話 那個... 那些地球人那個... 那個... 那個... 軍隊裡面那兩個人的對話呢 其實是什麼意思呢? 那我是... 完全未明白的 那... 例如是這樣 那可能是我理解力不足 那... 另外還有什麼呢? 例如... 好像ChuChu這部機那樣 它後面明明有線制式地揹著一隻東西的 那一套雖然劇情是有解釋的 就是它不用得那些...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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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那個元素 有那些粒子的所有功能都不用得 那這個很明顯這樣扔著飛來飛去的東西 就一定是用了那些這樣的技術 一定是用了那些粒子 那... 那... 不可以使用的 那我明白 那你最後找回蘇雷塔的時候 可不可以不斷地放它出來都飛啊 你不是拿它出來打都算啦 這部東西都是糟糕的啦 這部東西呢 打鬥場面呢 就是... 除了一開始開幾槍 然後呢 拿著這支槍想當棍拼人 但是又沒有拼到呢 就是沒有真的走去找部機拼一下呢 然後去到最後決戰 竟然是一槍都沒有開過呢 那都已經是... 大哥 還想不想賣模型的啊大哥 那我在這些方面我都是不滿的 就是... 好像... 好像... 其實最後是因為好型仔所以沒事啦 就... 但是都是被劇情刻啦 這件事 雖然我... 都很開心啊 我竟然... 就是... 猜得那麼重 是故意是最後不會坐上這部機的 但是這些... 猜中啊不猜中這些 其實我們很喜歡病的而已 就是自己滿足開心一下而已 大哥 你如果被故意坐上去 是不是受歡迎多十倍啊 那... 有時候在商業場面上我是想不明白的 就是... 就是... 你... 你都賣交 那你都應該比他們的表現多些啊 那這樣 這些是比較奇怪的一個行徑來的 那另外... 其實他... 譬如他在... 蘇雷塔對艾利的戰鬥裡面呢 艾利是被人阻止了一下的嘛 就是被人... 就是被人阻止了一下的嘛 就是被人阻止了他... 不知道... 看著... 看著... 不知道在那裡說話 說為什麼阻止我啊 那些... 但我到現在都不知道他跟誰說話的 其實... 他一開始以為他在看著機器 是不是可能裡面的魔靈的AI啦 不知道是不是跟那個人說話 但又不是啊 下一鏡就在看著再後面一點啊 那... 就是... 例如這些在畫面呈現上 因為他其實... 我一開始猜... 大家在第一季的時候在猜... 究竟蘇雷塔是不是叫你啊 那些呢 我一開始的猜... 我去猜這個劇情的時候 我是覺得... 媽媽跟蘇雷塔的對話 有點不像一個媽媽跟女兒的對話 其實好像很... 結果... 因為最後我們現在... 叫做... 馬喉炮知道艾利是誰啦 就是艾利和蘇雷塔的身份是什麼啦 但是... 一開始其實... 給了... 給了一些線索的喔 他是... 細微到一個講話的語氣都令我有這樣的感覺喔 當然我覺得是加上祝福的歌詞 我是這樣去猜啦 但是... 去到... 反而這個尾... 是... 他好像做了一個很細微的反應 就是... 他... 他看著那個Quiet Zero去說 你為什麼要阻礙我啊 但是... 我原來完整套東西呢 他是沒有給我答案的喔 那究竟那些是他... 有意去收藏一些伏線 再去做他的續集啊 還是怎樣呢 我是看不透的 因為他的結局又說到... 又沒有再... 在結局那些對話裡面再去放一些伏線 令我覺得前面那些東西是有... 會有答案的 就是我... 我感受不到喔 那他就變了我在一個劇的... 尤其是第二季開始呢 開了很多以為是你會收回的伏線 最多是... 而結果很多只是收回了第一季給我的伏線喔 而第二季開一些新的坑出來的時候呢 我沒有在結局裡拿到我想要的答案 那就變了... 我看完之後會有些... 就是有些我沒有解答的問題 或者我想他會給的畫面我看不到啦 可能大家會在這方面會有些不夠足不夠滿足 當然戰鬥場面不夠就是一個不夠後的問題啦 就不涉及說故事寫得很不好的問題啦 那就... 但是話題性是十足的 說真的 這次《水星魔女》 基本上他使得每一集都留下了一些東西呢 大家YouTube去看那些... 我就看日本有幾個的頻道去分析啦 即逐格分析那些啦 那就... 比較多話題可以說的 但是整個故事的完整性上 我覺得是去到... 只是大概去到七八十分的而已 那就... 唯獨是這樣的啦 但是... 我想我覺得... 這套東西你說是神作就... 我覺得是太過的 過... 就是一定不是的啦 就是我覺得啦 但是你說一句... 有很多... 一句話... 垃圾... 很悶啊... 那些呢... 我亦都覺得... 就是... 這些可能是真是過口印的言論啦 就是... 我不認為在經過一個詳細分析過之後 會得到一個這麼簡單的一個結論啦 那好啦... 那這次這條片 因為是... 是... 水星最後... 正常來說啦 那就會是... 無形這裡... HG啦 至少HG無形我相信都... 除了PB之外都不會有後續的啦 最搞笑的就是... 魚三家... 你可不可以把那些新裝備給我 就是... 就是... 古爾第二季的... 那個... 達里爾巴勒迪用的新裝備啦 鐵騎的雙槍啦 審判者的那支矽啦 我可不可以把我還給我啊 大哥... 我在一直等著啊 你PB也好什麼都好 你PB整隻出過給我 我都不會罵你的 即是... 你就算不是佛心... 三... 魚三家武器設都好啦 你逐隻出... 都出過一隻新的給我 我不會罵你的 最多我那些變費件 多了那些 那些... 拿來其他用途啦 那... 都希望他快些出給我啦 那... 希望他們出完的時候 我可以... 拍片再分享給大家啦 那... 水星呢... 就暫告一段落啦 接下來就去到... 高達Metaverse的年代啦 了... 原宇宙啦 那... 都有好幾部模型 我都有點興趣的 那... 到時再說啦 那... 今次好長啦 多謝大家的陪伴啦 那... 我應該在這段時間... 我... 這條片出街的時候 有機會就已經去到一萬訂閱啦 那... 首先... 我現在拍片的時候未知啦 那... 我先就多謝大家的支持啦 那... 然後呢... 只是一個... 就是... 我當一萬是一個... 就是... 都做了兩年啦 那... 我覺得只是一個起點啦 多謝大家一直以來... 不介意我的影片那麼... 吐炮啦 那... 聽我用一個比較... 好像... 清談的方式來去分享模型啦 那... 就... 希望大家繼續... 去支持的 因為你說去到那些... 剪一些很速食的影片 我就真的沒有能力做啦 那... 可能我也是會偏向用這種... 小剪接... 但是可以比較... 講得像一個Live節目的那種形式 去介紹模型的 那... 那... 雖然我不是Live啦 其實... 我是都想做Live的 但是... 因為Live... 我器材所限呢... 通常很低清的 要不然我其實做Live 我可能更輕鬆 那... 但是... 也都輕鬆我的兄弟啦 那... 但是... 沒有辦法 因為始終做模型 我也想畫面清晰一點 那就... 希望繼續維持著這個模式 我再有時間的話 我才會尋求到突破 暫時我... 只是維持著我出片那個... 每個星期有一條片的這個密度 我已經覺得... 非常大壓力了 其實... 那就... 希望大家繼續多多支持啦 那... 那... 都... 動漫節啦 希望大家留意一下... 我們PlayLab啦 GundamLab啦 的一些情報的發佈 那... 我們都因為會有一些動作... 會在動漫節裡面... 會有... 有東西買的 那... 就... 希望大家到時多多支持 那... 如果到時呢... 過了... 因為過了一萬訂閱的時候... 我就沒想到有什麼特別的事情做的 但是因為我今年呢 這個100毛的進度都非常之良好 那... 絕對已經過了一半的啦 那就... 每個月的進度都追... 就是那個... 那個... 那個叫做... 每個月的都達標的 那我就想做一個半年結 那... 就可能利用這個一萬訂閱的這個 Timing呢 可能去... 順便就做這個半年結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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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要把它開幾千席 owed那些出來 那... 慢慢比較都 Castle & tablets 那... 我也要... 這樣子阿 機戰我發覺在香港呢 大家想看的情趣好像真的不好 那...那... 如果你是都想看srx的話呢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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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呈下我用獨立影片方式欄 비 ACCORD 那... 那... 來... 那... 那... 哪... 我再去車邊提及說兩句 我看用哪一個方式去帶給大家 真的來到這裏了 整個小時都來了 多多包涵 始終長氣一點 因為這次始終是水星最後一條 就是這樣 多謝大家收看 下次再和大家看看其他玩具模型 繼續支持我們PlayLab 支持Wilson模型貴 多謝 拜拜